黄刀兄 黄刀兄 属下遵命 属下带他们几人擅闯此地 实属无奈 康司同 事情我等已了解 半个月后 我等会直接让冷无双他们 入五行秘境 将无人能阻拦本地弟子 你个万宝楼长老而已 敢阻止我狂刀弟子 本地打断他的狗腿 你先回去吧 秦颖他们就留在这儿 接受我等教导 是 我已给大家 安排好了顶级训练医名额 不日诸位便可前往 总算不负情辰所托 他们都安顿好 那我也就放心了 所有弟子听令 即刻集合出发 前往古鱼界 等了这么久 古鱼界终于要开启了 这人吓死了 这人吓死他了 这 这 这 瞧瞧这团子里 走 所有人乘坐战舰 前往古鱼界 师弟 咱们这回去古鱼界 一定要尽快提升修为 你们三个 谁让坐这儿的 坐后面去 居然是那夏四月的三个小子 没背景 你不乖乖坐到最后角落去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怎么 你们耳聋了吗 狂犬乱废 管事 当阁的战舰难道没人把门吗 什么东西都放进来 你说什么 哎呀 惨了惨了 我怎么和秦晨坐一起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看来不但疯 耳朵还是龙的 有趣 小死 出手 吵什么吵 这是单格战舰 成何体统 司徒大人 我只是想让这三个贱民坐到后面去 他占了我等位置 你的位置 这是没写了你名字吗 或者你喊他一句 看他应不应你 我 好了 赶紧找位置坐下吧 你 给我等着 杀子 这秦晨怕是得罪的人还不够多吗 不知死活 不知死活 嗯 是啊 到时候还会连累我们 你们若觉被我连累了 大可坐到后边去 咱们三个一同来自夏思雨 就算坐到后面 依旧会迁怒到我们 你知道什么 二位当初在大比 战胜秋天等人 是何等风光 不曾想来到五玉后 却如此战战兢兢 可笑 你 你 此地选手皆是五玉单哥佼佼城 任何一个都远超求天等人 如何能比 那又如何 他们之所以强 无非是因为从小出生五玉 修炼的条件优温 而二位能从夏宇崛起 这是何等天资和努力 才能做到 可如今二位却只赢对方身份 便连与之争锋的勇气都没有 如此与梭头乌龟合影 人心中的成剑是一座大山 让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 地位虽然是一座大山 地位虽有高地 人格却无贵价 我要是你们 就拿出勇气给他们都看看 自己是天才 而不是他们口中的贱民 更不是什么垃圾 人 若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别人怎么能看得清 是啊 我那南华鱼第一胆道天才 凭什么这些家伙 可以用这种景况看我 又因为他们出生在武裕吗 我们这三个月的人上 并未换来他们的认斗 反而是让他们更加看不起 其实说得对 秘密子 尊重 永远不是靠别人怜悯来的 而是靠自己的努力 拼搏 才能呼唤来 陈上 谢谢 我们明白了 你这二人的天赋 只要敢拼搏 未必不能在这武裕登顶 这么多战舰 这些战舰 都是各大势力 向重兵阁供来 重兵阁 也不知道灵山他们 在单阁和万宝楼如何了 长老 您看 这四人来自下四语 岂能得到五行秘境名额 这申请老夫不同意 王启明他们天赋之惊人 根据规定 你应可获得五行秘境名额 老夫来审核秘境名单的长老 老夫说行就行 说不行就不行 没什么事 你可以走了 一个下四语生上来的鬼事 也在老夫面前摆补 可笑 让康罗主费心了 得知我心 实之我命 坐在进不了五行秘境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放心 你们放心 我康司同想尽办法 一定会将你们送入五行秘境 否则如何跟陈少交代 对了 我有办法了 康罗主 这是何地 此地 此地竟有一座如此辉煌的兵弓 我 还几个人 孙经的玄兵武帝贡奉大人 属下康司头 万宝楼核心管事 万宝楼的人 现在都这么没规矩 小小核心管事 一个善者 你倒在 属下不敢 属下死刑 是想给大人送上一份大礼 下 小小管事 能有什么大力 速速飞去 属下 属下斗胆 请大人听再下一言 好 那本地 给你一次机 属下本为下狱万宝楼楼主 在下狱找到四个绝世天才 本想让其进入五行秘境 却遭管辖长老阻碍 听闻玄兵大人一直在寻途 便狗胆前来觐见 相信他们四人 并能让大人满意 你身边几人 天赋的确有错 可这等修为的天才 在我五欲 并不罕见了 玄兵大人 他们之所以修为一般 只因来自下四欲 没有资源 实则天赋值 聚在五十亿上 乃盖世天骄 为什么天赋值 你们四人 上前一策 是 什么 这等天赋值 来到五欲后 受天地真气的自然改造 他们的天赋值 比在中州城市更加可怕了 当年本副的天赋值 也不过六十而已 这四人 好 你们四人 各自施展出自己的武魂和招式 让本帝 让本帝看看 究竟如何 王启兵 你们四个还不快在玄兵大人面前演练一番 你 好 很好 二等用自己的感知 去吹动这精体 是 你之气息 应于冰神之精如此吻合 你叫什么名字 弟子冷无双 很好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玄冰五弟的关门弟子了 大人 那另外三人呢 他们三人虽天赋惊人 但与本地无缘 不过 本地有几位老朋友还未收徒 倒也可以推荐一下 老朋友 二等稍等 撕裂虚空 这绝对是中旗五帝级兵以上的强者 神兵 你神神秘秘传讯说有好事 到底是什么好事 非要我等 这么急着赶来 狂刀兄 霸爵兄 红鸾妹子 你们看下面三位年轻人如何 狂刀五帝 竟然是狂刀五帝 还有霸爵五帝和红鸾五帝 这三人可都是名震无欲的顶尖五帝呀 这几个小娃娃 这是刀神体 竟然是传说中的刀神体 太不可思议了 天兵 你可是给我找了一个好弟子啊 小子 你可愿拜我为师 王启明 此乃狂刀五帝 还不愧拜师 弟子愿意 不过弟子曾得过某个前辈大恩 也算是其徒儿 还请师尊见谅 红 此人是谁 也配合我抢弟子 那前辈自称至尊刀帝 弟子虽不曾见过其人 但曾受过其教导 因而日日不敢往恩师之教导 什么 你是说 你去鬼刀狗递 你 是什么